朋友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有机肥的使用 尤其像我们种植瓜果蔬菜之类的,少不了使用有机肥 有些种植户咨询,我是用自己发酵的那些粪肥呢 还是买目前市场上的商品类的有机肥呢 比较纠结啊,特别有些种植户 只说那一个我不准备发酵了,太飞适了 还是买市场上那种商品的有机肥,一吨八百块钱,九百块钱 你母的一个用半吨吧 我个人的建议啊,如果你对这个有机肥啊 不是说特别熟悉,或者说没有做过实验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不用,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因为我就受过这么大的一个教训在里面 这个教训呢,是损失了有个几十万块钱 教训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说啊,市场上的商品类有机肥 价格一般都在一千块钱一吨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这种有机肥,如果我们种前果类作物 一亩地,你用个一袋两袋是不提任何作用的 如果你直接要的是有机质和微量元素 你一袋两袋,你会含有多少啊? 一般听说我们用个十的二,十的二,用这样一个量比较多 但是市场上有很多的有机肥啊,说实话 厂家会在里面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矮装素 为什么要加矮装素呢?因为你如果种这个小麦啊,种玉米啊 上的有机肥啊,老半仙呢,就是上了一袋 里面含有个矮装素以后呢,它这个米饶长起来以后啊,黑的发亮 所以老半仙认为这个肥料是好肥料,好的有机肥 但是实际上是矮装素起作用的 像我们种这个前果类,用个一袋两袋不起作用 用个十袋,你这个矮装素是非常超标的 到时候你的米饶会变成什么样呢?发黑发亮 但是,就是不炸 这个我们去年,就出现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当时找了很多原因,最后 才发现,我们用的一批有机肥里面含有矮装素 所以说,对于我们种植物来说,食用有机肥 商品内的有机肥,在你对厂家没有确切的了解 或者自己没有做实验的情况下 能不用,还是不用,自己费的事 买那个粪肥发酵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毕竟一亩地用量比较大嘛,是吧